地中湖 少年人 你何故在此哭泣呀 我父亲生病去世了 孩子 你好像也曾听到我讲经说法吧 是的佛陀 那么你应该也听我说过生老病死 人生无常的道理吧 是的 可是我父亲还很年轻啊 为什么他不能活得长久一些呢 孩子 要知道 人生命的长短 并非仅仅是用岁数来估算 可是 可是 不用岁数算 那还用什么来算呢 佛陀 我还很担心我父亲过世之后会怎么样呢 你能否给他祝福 让他能够去到天堂呢 好吧孩子 你担心的问题还真不少呢 你现在去拿两个壶来 一个装满油 一个装满石头 我们去河边做个实验吧 你现在把两个壶都放进河里 然后用木棍将它们同时打碎 孩子 你用心祈祷 让油沉到水顶去 让石头浮上来 佛陀 这 这一击就破碎的壶就像是我们的身体 而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就像这油和石头 做好事的人就好像把油装进这湖里面 而做坏事的人就好像把石头装进湖里面 当生命结束的时候 油自然会浮到水面上 你曾经做好的美好的事情 并不会跟随你的身体隐漠 而是会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 你做过的不好的事情 会跟随你的身体下降到黑暗的水底 这么说生命的长短不仅仅是这个湖 还包括湖里面的油和石头啊 您这么说 我就觉得父亲并没有完全地离开了我 他的一部分还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三宝门中 一门喜舍万门收 三股因果说不尽 王天不负善心人 这边是怎么会跟随你的 是吧 王天不负善心人 也让人们在一起的 也让人认为 更唯一的 我负善心人 我负善心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